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现在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 我们来平静心 安静在神的面前 今天是过年前最后一个主日 那我们借着今天的聚会 我们可以求主来赏赐我们一个 过得胜信心的农历新年 那或许有一些弟兄姊妹 会遇见一些家中的一些 可能要祭拜啊 或者是回到自己的家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信仰上的 不一样的冲突 那我们求神在聚中来保守 也愿今天 神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 让我们不怕 不怕压迫 那诚实的将主的恩典 还有爱可以分享出去 好我们各自来安静心来 向神来祷告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请蔡牧师来带我们做聚会前的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 从年头到岁中 祢用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年头 主谢谢祢在年中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到圣殿一起来敬拜祢 为这地球上有纷扰的国家祷告 求神把平安赏赐给那个地方 求神保守我们 在过年的时候弟兄姊妹会来来去去 让我们出入平安 让我们跟家人有很美好的团圆 我们为弟兄姊妹生病住院的仰望主的恩典 求主医治的恩典跟他们同在 求主也安慰忧伤的灵魂 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 带领我们进入心灵与诚实的敬拜 阿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那我们如果你的身体状况允许 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好不好 我要请你们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用接下来这首诗歌 我们向神来祷告 求主祂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求主祂的圣灵来光照我们 求主的圣灵运行在这个会堂里面 以至于祂的荣耀 祂的恩典要大大的降下来 祂圣灵的江河要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好不好 我们一起开口 我们一起开口来大声来来唱这首诗歌 在主的宝座前 在你宝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们听见来 千贤等候临守 在你宝座中 有满足的喜乐 神灵请你来 自由运行彻底 在你宝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们尽前来 前辈等候领受 在你同在中 有满足的喜乐 圣灵请你来 自由运行这地 圣灵的江河流啊流 自由永留在这地 在我的里面 生命火水不停息 圣灵的江河 自由永留到无际 我们怀疑你 圣灵我们爱你 继续在他面前来唱 在你宝座 在你宝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们尽前来 前辈等候领受 在你同在中 有满足的喜乐 圣灵请你来 自由运行这地 圣灵的江河流啊流 自由永留在这地 在我的里面 生命火水不停息 圣灵的江河 自由永留到无际 我们怀疑你 圣灵我们爱你 圣灵的江河 圣灵的江河流啊流 自由永留在这地 在我的里面 生命火水不停息 圣灵的江河 自由永留到无际 圣灵是在我们被这世界蒙蔽的时候 祂仍然会在我们的心里放下话语 提醒我们眼前该走的路 圣灵就是在我们忧伤难过低潮时 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的宝会诗 圣灵是我们人生道路的导盲帐 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圣灵是指引我们的光 祂引导我们走异路 圣灵是最完美 最温柔的激励师 祂常常挑战我们去说一些或做一些 按着我们肉体不喜欢或不习惯说的话或事情 圣灵在你的心里面生命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好吧我们用一点时间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祂的圣灵 透过这首诗歌 大大的来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心里 圣灵的江河 圣灵的江河 自由涌流在这地 在我的里面 圣灵火水不停息 圣灵的江河 自由涌流到无尽 我们欢迎你 圣灵我们爱你 圣灵的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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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涌流在这地 圣灵的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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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你知道主耶稣 祂所赐的灵 已经运行在你的生命中 使你不再做 那被挟制的罪人和囚犯了吗 你愿意重新在主面前 借着今天这一课 用这首诗歌来向主宣告 祝祂已经为我们赎了一切的代价 使我们重新得自由了 一起用这首歌 我们先用请女生来 我在这 适应你暗点 我在这 适应你自爱 主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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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应你自爱 主耶稣 我如此感恩 都应你 丰盛能点 感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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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 感谢耶稣 指令着你 你恩天 使我能为你活 使我能为你活 我赞美你一直到永远 卢家福音当中说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 乃是招罪人悔改 你知道主耶稣 他是要来拯救你吗 如果你愿意 我们将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的过犯 引额未先的罪 我们将我们圣 而不能圣的软弱 都交给他好吗 因为主耶稣说 我们每一天 都要背起他的十字架 我们每一天都要向主来 求他的赦免 求他帮助 你是否能陷在一些 人所不能圣的软弱当中 或者是你的关系里面 你觉得你很挫败 我们一起来 向主来祷告 用这样的时间 你来向主来说 主 求你帮助我 求你赦免我 求你 重新的来 使我的生命 能够得你的喜悦 一起来祷告 耶稣 我们向你祷告 你知道 有时候 我们跟人的关系 会是因为老我 以至于 有时候 会有自己的喜好 来 面带 不同的人 所以 书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的生命 是可以用你的爱 来看 公平的看待每一个人 他在你们生命 他在你的眼中 都是宝贵的 以至于 你帮助我 我可以 用你的爱 来 同样来对待每一个人 谢谢主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 耶稣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 耶稣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有丰盛 有丰盛的慈爱 为你存留吗 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 来向他来感恩 如果你已经做了 求他赦免 认罪的祷告 我们现在再来做 第二个祷告 主耶稣说 他有丰盛的慈爱 即使你已经相信 接受的主 但是我每天仍然 仍然要到主的面前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来感谢主 他每一天赏赐厚恩 来保守我们的路 保守我们所行的道路 与人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祷告 向他来感恩称谢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因为离了你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主耶稣 因着你的爱 使我们可以跟人合一 主耶稣 感谢你 求你继续来恩在我们 使我们在我们的家里当中 在这个新年当中 我们可以与人 与我们的父母 与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够和好 主耶稣 将你的信仰 将你的救恩 将你的爱 恩典 因着我们可以传给他们 主耶稣 谢谢你的大恩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已经救赎了我们 谢谢主耶稣 一起再来唱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 耶稣 感谢耶稣 只因着你的天 使我能为你活 我赞美你知道 永远 只因着你的天 使我能为你活 我赞美你知道 永远 永远 只因着你的恩典 只因着你的恩典 使我能为你活 我赞美你知道 我赞美你知道 永远 我们请仍然站立 接下来我们用 投影片上这一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宣告 请 万物不是借着它造的 反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它造的 生命在它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 因为主 祂已经赦免我们的过犯 耶稣 耶稣 万国的盼望 耶稣 忧伤着的安慰 你是这世界唯一的盼望 耶稣 黑暗中的光 耶稣 你是这世界唯一的盼望 以你为我道成容身 分开黑暗 复活的神 你是我神 用主我心 你是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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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亮在全世界之上 你已经复活 战胜举盼 和平之王 令我静静 耶稣我主 你 你是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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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靠你 我们再从头来唱 耶稣 耶稣 万国的盼望 耶稣 是盼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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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盼望 你 耶稣 黑暗中的光 耶稣 耶稣 现实中的真理 祂是世界唯一的盼望 因你为我 因你为我 道成容身 断开黑暗 护火的山 你是我神 用主我心 你是盼使 我所依靠 你是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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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亮在全世界之上 你已经复活 将生去怕 和平君王 令我静静 耶稣我主 你是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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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靠你 感谢主耶稣 主耶稣 主耶稣 你是忧伤者的安慰 耶稣是我们 最亲爱亲爱的朋友 耶稣是福音的起头 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耶稣是磐石 是我所依靠的 耶稣就是真理和那光 引领我们走在神 为你我预备的丰盛道路上 好吧 我们用接下来一点时间 我们向主来赞美 因为他也应许 要赏赐我们丰盛的生命 只要我们按照他的心意而行 只要我们每天来求告他 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将我们的罪 将我们的老偶 钉在十字架上 他必应许 要引领我们走在丰盛的道路上 好吧 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他 用你大声的赞美 用祷告来赞美他 来拖住我们的生命 一起来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求你 求你继续圣灵 在我们心里面东攻 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处大小事上 求你彰显你的光 在我们生命道路上 彰显我们引额未现的罪 以至于我们生命 可以更像你 主耶稣谢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 你已经付了代价 你使我们人与人之间 熟知的那一道墙 使我们跟人 跟你来和好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你已经复活的神 你举起你的手 来敬拜他 你是我神 用祝我心 你是磐石 我所依靠 你是真光 照亮在全世界之上 你已经复活 战胜举胖 和平君王 和平君王 令我静静 耶稣我主 你是我用我的盼望 你是我神 用主我心 你是磐石 我所依靠 你是真光 照亮在全世界之上 照亮在全世界之上 你已经复活 战胜举胖 和平君王 令我静静 耶稣我主 你是我用我的盼望 我心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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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们用一首最大的掌声 将我们的感谢赞美 全部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神 他已复活 他在你的生命当中 要彰显他的荣耀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主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 在这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当中 我们每一天要靠你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知道离了你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求你的真光 你是那唯一的真理 彰显在我们的道路上 使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式 谢谢主耶稣 你是万国的盼望 你不只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你是在全世界 人的救恩和盼望 我们向你来祷告 求你的光来彰显在我们生命 也彰显在这世界当中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你接受我们的赞美还有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不配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请仍然站立 一起来做信仰告白 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孕由同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 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的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请坐 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 首先介绍林志明弟兄 请站起来 那这一位是黄淑玉姐妹 在我们当中 他是说他可能会在B2陪小孩 好 欢迎 第三位 王伯伟弟兄 王伯伟弟兄 是年轻人 好 没有 好 另外 第四位是黄芷玲姐妹 黄芷玲 好 欢迎 我们欢迎你 等一下可以 在爱参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多多的 那今天有一位到我们当中要来做见证的 他是基殿会的洪国农长老 我们欢迎他来为主做见证 感谢上帝的恩典 和牧师小会的接纳 让基殿会能够再次的来到贵教会来分享 透过基殿会所赠送的圣经 领人归主的奇妙作为 也感谢和平长老教会 为基殿会事工的带导和奉献 求主亲自纪念 我记得2006年6月的时候 蔡牧师第一次上任 我第一次来到和平教会 那2009年因为要建堂 所以到华省我去过一次 但是今天来的话 真的整个都不一样了 整个新的堂 感谢上帝的恩典 一百多年前在曹屯的乡下 那一天是一个夏天 所以天气很热 有一个造型非常奇特的长者 他的背部插了一根四肢 要做这个很炎热的太阳 因为当时候台湾很穷 没有阳山 他敲流打鼓 大声的疾呼说 兄弟叛见侠派我来找侠 上帝的儿子迷路了 他派我来寻找这个迷失的羊 我的先祖 也就是我的祖先 就这样的很单纯的 来信主归入主的名下 迄今已经有五代 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 在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 那我也想有一个机会 能够传家传福音的 这个大使命的行列 回报上帝的恩典 感谢主 透过我们教会的一个 跟我同姓的 红姓的长老的介绍 加入基电会 到今年刚好是二十年 早期基电会 圣经是以赠送饭店为主 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 不管你是在国内 在国外出国的时候 你在饭店的车地打开的时候 一定有一本圣经 那个就是基电会所赠送的圣经 近几年来 大陆人士大量的来台湾旅游 也大量的带着 在一个饭店里面的免费圣经 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免费送到 饭店里面的 因为他们非常喜欢 这个繁体制的圣经 我们台中的总会 曾经联系接到很多大陆人士 他写信来自谢 甚至于为我们来奉献 因着一本圣经 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甚至一个家庭 甚至一个家族 你认为这个值不值得 我加入基电会的前几年 我心中常常有一个疑问 可能跟各位一样 圣经这样送有效吗 因为我们最大圣经赠送的何场 是在学校里面 但是每一次到学校 赠送完的圣经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就是到学校周围的 垃圾桶去炒一炒 到学校附近的公车室的 这个座位去看有没有人 把圣经丢在那边 甚至于这个脚踏车 摩托车的篮子里面 看有没有人拿到圣经 又把它丢回去 我们要把它缩回来 甚至有时候在学校的围场上 我就把圣经缩回来 每一年基点会 我们都有一个联会 在联会的时候 我们都会邀请一些 因为说到这一本圣经 改变它生命的见证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很多 有一次我们在台北特期的联合业议会 就是几个职会联合的时候 邀请一些吸毒的 在监狱官的朋友信主 因为这本信主 来跟我们做见证 我被安排在一些吸毒的朋友的 这个沿走里面 刚好我旁边就坐了一个 我就来问他 你是怎么信主的 他说我在监狱 进进出出 吸毒的人 你真的要改过的话很难 所以他进进出出 有一次后你们基点会去赠送圣经 他说这个不拿白不拿 因为他以前在 在关在监狱那个香烟很贵 所以他偷偷的买了一根香烟的时候 他就把香烟拆开来 当做分这好几次抽 那包在那个报纸上 但是报纸非常的辛辣 你们这个圣经 圣经纸最好的 而且戳起来又香香的 我偷偷的问他 你用了几本 感谢主 他说用了三本 这个一本五十块 一百五十块 救了一条灵魂 这个是真实的故事 因为是我坐在他旁边 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五章 十到十一节 以血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却租润的地图 使地图花芽结实 使杀种的有种 使药吃的有粮 我可所出的话也是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花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神都化他自己会 我们就管去杀种 我们不要管那么多 早期台湾贫穷 所以国际基电会 美国的国际基电会 每一年拿了七百万的台币 来帮助我们 要我们去印圣经 然后放在饭店里面 但是台湾慢慢慢慢的 已经进入开花中的国家 而且能够助力自职 所以在十几年前 我们就成为国际的会员国 所以我们每年要回馈 国际总会就是把我们台湾 所说到的奉献 有百分之二十七八 将近差不多五百多万六百多万 回去给国际基电会 然后国际基电会 再去印圣经 送给那些非常落后贫穷的国家 我们是真的在实践 施比受更有福的教导 我们每年也派出 我们的这个同工 去参与国际的政经 有时候到印度 有时候到菲律宾 甚至远到这个印度 非洲 协制他们去扩大政经 买政经 也帮他们一起去送 有一年 有一个王长老公 我非常熟 他回来分享 他到甘比亚去 有一位小朋友 他听到说 要来送这个免费的圣经 他的一生 从来没有一本自己的诗 各位啊 在非洲啊 生活会一天啊 可能都一块钱 美金不到 他要买圣经 不要说买圣经 买一本的 一本课本都没有 所以他听到的时候 就爬山寿陵的 跑道 经过了两天喔 但是他去的时候 那个圣经已经花完了 而且我们那个弟兄 所有的圣经都被耀光了 他带了 他用黑黑大大的眼睛 带了一个非常可慕的 讲了一句英文说 When do you come back in next year? 明年你们什么事要来? 各位弟兄姐妹 他们是把圣经看成一个宝贝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相信有一天 我们到天家的时候 可能有一群 头华 剪剪的 皮屋黑黑的 站在天堂的门口 谢谢你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 你不用怀疑 可能你的钱 所奉献的 经过我们积淀会的手中 再到国总 然后再透过 这样扣大圣经 奉献出去的 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的 因为这一本圣经 改变他生命的 这些小朋友 这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他会来到你的面前来报答你 圣经跑到哪里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灵魂知道 灵魂知道 这一本圣经 是因为你的钱所买的 所以他会来报答你 一本圣经 抢救一条灵魂 不是神话 你愿意吗 除了为我们奉献 因为今天奉献带 没有在大家的周报 我放在后面 你们等一下 可以过去拿 也为我们祷告 我在这边也呼吁 你们听了有感动 基电会的 这个所做的事工 我们基电会的事工 非常单纯 就是 赠送圣经 引人归族 我这一本就是 在送给金钟的 我们金钟 现在一年做差不多 几百场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见证 然后再送这一本圣经 迷彩版的 所以 你愿意为我们奉献祷告吗 也我们也请求你 有感动化 加入我们基电会的行列 等一下我会在后面 基站财宝在天上 回报上帝 升天时候 吩咐的大使命 再次的 谢谢 和平张老教会 对基电会 事工的支持和奉献 愿神大大的祝福各位 全家平安喜乐 报告完毕 好 我们一起 为基电会的洪国龙长老 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 你自己 带领洪国龙长老 他从年幼就认识你 他几代都蒙福 他把这样的福气 他也尾声在基电会的这个事工上 我们看到你透过基电会 把你的话语带到全世界各地 主啊 求你帮助这个机构 也让我们弟兄姊妹 能参与这样的奉献 主啊 小小的一本书 会改变人的生命 会使罪人悔改 主啊 求你帮助他们 无论是在国内的旅馆 在学校 军中 主我们也看到 常常他们所奉献出去的圣经 会被丢弃 但是主啊 有多少人 他们可慕你的话 主求你帮助我们 热心的来参与这样的侍奉 带领他们的脚步 无论走到哪里 都有你满满的恩典 你的灵同在 透过你圣灵的感动 让得到圣经的人 他们能够打开他的心眼 能够认识你 来信靠你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那我们今天要报告 首先就是下礼拜 是2月2日 新春联合感恩礼拜 在上午举行 下礼拜只有一堂礼拜 那那个之后的爱参 就暂停 但是有那个留步 有茶点 大家一起拜年 第二个就是 心同有小组 从上个礼拜天开始 欢迎还没有加入 教会的团契 或者小组的兄姐 在第一 第二堂礼拜后 在二楼 第三 第二 第三堂礼拜在B1 礼拜堂 右侧一起来分享 信仰跟生活 那新朋友小组 愿意陪伴新朋友 来认识上帝 来参与教会 第三点我们要报告的是 以色拉查经 从2月9号开始 每个月第二主日 以色拉查经班 开始上课 上课的时间是早上8点45到9点45 在F6F03 由高正级长老来主讲 欢迎迎法族跟退兄的兄姐来参加 另外教会在真干事 如果有合适的兄姐 如果有合适的兄姐 欢迎来报名 来应征 春节后教会的办公上班的情况 是1月30号到2月4号办公室休假 2月5号开始恢复上班 如果拨打教会会有值班的牧师 来接听电话 以便有这种紧急的事件 以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父神 在岁末年中我们来到你圣殿敬拜你 感谢你一年来的眷顾 让我们在满满的恩典中又增添了一岁 这一年来虽然社会面临经济的衰退 然而众兄姐依然秉持初衷 继续在教会的建堂中奉献 求主加添各项恩典 赐福愿为国度建造坚持最后一礼路的兄姐 有足够的钱财尾身奉献 教会在硬体不断的改善中 教会的各肢体无论对内对外也蓬勃发展 新来的朋友也增多 但是主啊 很多兄姐仍然在孤独的走天路 求你用慈神爱索 透过兄姐的爱心与智慧陪伴 进到教会的兄姐一起成长 也为新朋友小组施工带导 主啊 求你保守我们 每时每刻都能够浸润在你的同在中 让我们的生命能显出你的荣美 我们为世界动乱的国家祷告 特别是泰国乌克兰埃及的抗争活动 与西利亚的和平谈判 求你四下平安 能在和平的氛围中 找出使国家与人民双赢的罪事陷阵 求主保守 人民与政府有良好沟通管道 用理性面对社会或个人的问题 珍惜来得不易的和平社会 不要用暴力来宣泄人民的不满 为昨天冲撞总统府的汉市求告你 医治团获者的伤势 也从事件中学习成长 我们的政府有魄力 确实能改善e-tech的各种问题 让国民想合理通行的权利 求主保守曾召瑞牧师 带领和平少气与精华国中 合办的上管服务队 让孩子们出入平安 在服饰中认识上帝 有美好的领受 求主祝福南港开拓时空 找到适当的聚会和办公的空间 以及邀请福音朋友参与 感谢主保守James 牧师在起创地的服饰平安 求主为他今年再度出发开路 度用充足平安顺利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 在新年期间返乡拜年出国 出入得平安 享受与家人团聚 朋友分享交通的喜乐 求主安慰少方姐及利与弟兄 抑制生病或经历患难的兄姐 感谢主赐福福太兄 与雅琳姐儿子 保守这个小baby在主爱中成长 求主恩高蔡牧师今天 所要传讲的信息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 因信靠主而能够像历代 你的仆人一样 能有得胜的生命 与你同享宝座的荣耀 将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以下是我们的奉献 奉献是我们基督徒 对神的回应 如果是新来朋友 或不明白奉献 意义的 可以不用奉献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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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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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传讲的信息是 《骑士录》系列三十得胜者 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记不记得上一次《骑士录》讲到什么 记得的举手 上一次的题目 上一次讲到666 对不对 是不是有路中起来一个兽 像羔羊一样 然后他让地上的人都去拜撒旦 他们的额头要刻上名字 叫666 就是撒旦的名字 这是上一次讲的 今天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群人 他们的额头不是撒旦的名字 他们的额头是神的名字 这一群人跟羔羊一起在西安山上面 这一群666的是受神者 十四万四千个人 让神的名字放在他额头的 就是《骑士录》第七章所说的 那个叫得胜者 Overcomer 我们看了一个小的影片 来看看今天我们所读的 这一小段经文所说的 这些得胜者 他们有什么特色呢 得胜者唱新歌 请把灯关掉 在古巫尔的名字中 说 and i looked and lo a lamb stood on門像 mount zion And with him 144,000, having his father's name written on their foreheads. And I heard a voice from heaven, as the voice of many waters, and as the voice of a great thunder. And I heard the voice of harpers, harping with their harps. And they sung as it were a new song before the throne, and before the four beasts, and the elders. And no man could learn that song but the 144,000, which were redeemed from the earth. These are they, which were not defiled with women, for they are virgins. These are they, which follow the lamb, whithersoever he goeth. These were redeemed from among men, being the first fruits unto God and to the lamb. And in their mouth was found no guile, for they are without fault before the throne of God. 好,这个是一个很短的影片,我们大概review一下,知道一下, 哦,这个十四万四千个得胜者,这个有神的名字在他们额头的人, 是这样描述的。 这十四万四千个人是跟羔羊同站在西安山。 一讲到西安山,就有两个西安山。 旧约讲的是在地上的西安山,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 就是巴勒斯坦那里有一个小的山头,上面盖着耶路撒冷城。 可是西伯来书说还有一个西安山,是在天上的, 天上的耶路撒冷的西安山。 地上这个我们看诗篇第二篇六到八节,这样说, 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 那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我把列国赐你为基业,地籍赐你为田产。 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末世再来的时候, 会在西安山,在耶路撒冷统治这个世界, 相信的人说这个叫千禧年的国度。 可是有一个天上的新耶路撒冷, 那个天上的西安山是永远的, 耶稣基督跟神在那边永远的掌权。 我们看西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这样说,你们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成语,天上, 所以这个是天上的西安山。 天上的耶路撒冷, 这里有诸长子之会, 还有审判众人的神, 还有成全义人的灵魂, 还有新约的宗宝耶稣, 还有祂所留的宝血。 这个是天上的西安山, 这个是地上的西安山。 这些人为什么可以跟羔羊同站在西安山? 因为他们的额头有一个名字, 那个名字就是羔羊跟神的名字, 写在他们的额头。 在旧约以西结书说, 当以色列人都在拜偶像的时候, 有一群人为了这个现象, 在神的面前悲哀, 神要审判以前, 他跟天使说, 你把这些为耶路撒冷行可争之事, 叹息哀哭的人额头画记号, 意思就是说, 神要分别拜偶像的跟拜上帝的, 分别以后, 他会保护额头有上帝所记号的人。 记不记得启示录第三章十二节, 耶稣基督在那里说, 如果你是得胜的, 我会叫你永远在神的殿中, 好像柱子一样, 不会再出去了, 那我会把神的名, 还有耶路撒冷的名, 还有我的名, 写在上面。 所以这一群得胜者, 是被神接纳到天上的西安山, 在神的宝座的面前, 永远在那里。 他们听到那里有很大的声音, 好像海浪的声音, 又好像有打雷的声音, 再仔细一听, 还有音乐, 是树群的声音, 这三个声音在一起, 是一个很雄伟的声音, 是这些人在那里赞美神, 所以约翰一听, 哇, 这么大的声音, 从天上下来, 这是因为有一大群人, 在宝座的面前, 没有人能够数过来, 他们大声的喊着, 大声的唱着, 唱救恩的歌, 愿救恩归坐在宝座上, 归给高养。 在启示识十九章, 你看见, 约翰就听见, 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 他们说哈利路亚, 我们的主已经坐网了。 约翰一听到声音, 抬头一看, 发现,哇,不得了, 天上的西安山, 那里有上帝的宝座, 有羔羊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彩虹绕着那个宝座, 还有四个佛物, 还有二十四个天使, 那是天上的西安山, 那么这十四万四千个人, 拿着肃琴, 在那边对着神, 唱新歌, 唱救恩的歌, 那启示录第七章, 第九节也说, 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够算过来, 他们拿着棕树枝, 他们穿着白衣, 在那边大声的赞美, 归于宝座跟羔羊, 说救恩归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那这首唱的歌, 圣经特别说叫做新歌, 在启示录第五章, 那里的四佛物, 还有二十四位长老, 在宝座的面前, 然后看见羔羊站在那里, 就说你可以配拿书卷, 那二十四个长老, 就拿着肃琴, 还有圣满香的金香炉, 在神的面前唱新歌, 那这新歌的内容, 就是说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所以这是关于救恩, 关于救赎的歌, 称作新歌, 圣经当中第一次, 因为救赎而向神唱歌的, 是摩西,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过红海的时候, 发现前面是红海, 后面是埃及的追兵, 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向神祷告, 神就叫他把那个手杖, 向红海一笔, 红海就分开, 然后摩西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 就走过红海, 埃及的兵追到红海里面去的时候, 神就把水合起来, 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从红海过来以后, 发现他的敌人都死在红海里面的时候, 他就带着以色列人向耶和华, 唱救恩的歌, 这是第一次, 我们看圣经有写的, 蒙的救恩以后, 就向神唱歌, 圣经这样说, 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 就是唱新歌, 唱这个救恩的歌, 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他大战胜, 把马跟骑马的, 就是埃及的那个军队, 投在海中,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师哥, 我的拯救, 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是我父亲的神, 我要遵从他, 还有他的姐姐, 叫米利安, 他就拿着灵骨, 来跟摩西应赫, 这是一个极快乐, 向神唱拯救救恩的信歌, 这是摩西, 第二个写很多这个救恩的新歌的, 是大卫王, 记不记得大卫王那个扫罗王追杀他的时候, 审救大卫脱离扫罗的手, 大卫王就写了一个诗篇, 耶和华的仆人, 大卫的诗交给灵长, 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 仇敌扫罗的手的时候, 他就向耶和华念这个诗, 这个也是一个新歌, 是救恩的歌, 他说, 耶和华我的力量, 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投靠的, 我的盾牌, 拯救我的脚, 我的高台, 我碰到困难, 我求告他, 我得到恩典, 我赞美他, 那这样我就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 他离开霍坑的时候, 他也是向神这样的赞美, 这个我忘了, 这个是诗篇第四十篇, 那我们看到到启示录的时候, 二十四个长老, 也是因为蒙受神的救恩, 向高阳, 还有向耶和华唱新歌, 所以新歌是关于救恩的歌, 那这个十四万四千个人, 他们除了额头有神的名字, 他们除了嘴巴唱新歌, 还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我们就要稍微讲一下, 说他们没有接近女色, 他们的名字, 神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头, 刚才已经讲过, 这十四万四千个人, 他们不只要额头有神的名字, 那他们还嘴巴打开, 高声唱歌, 赞美神的恩典, 向耶和华唱新歌, 这个奇妙的救恩, 赞美神奇妙的救恩, 他们唱新歌, 因为高阳用宝血, 把我们买回来, 所以他们额头有神的名字, 依靠神的大能, 他们嘴巴赞美神救恩的恩典,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没有沾染妇女, 这在讲什么呢, 记不记得就位大卫王在逃命的时候, 有一次肚子饿, 跑到这个神的会幕那边, 想要去讨那个圣饼吃, 那祭司亚斯米就跟他说, 这个哦, 这是圣饼哦, 只有没有接触妇女的才可以吃, 那大卫说, 我最近没有, 我可以吃, 所以代表, 所谓没有沾染妇女讲的是说, 我是圣洁的, 所以强调的其实不是性的东西, 是在神的面前被神视为圣, 可以接近耶和华, 记不记得乌利亚的故事, 乌利亚她在当兵, 大卫王把人家的老婆拿来, 把人家跟人家上床, 然后想要掩盖这个事情, 因为乌利亚太太跟大卫打电话说, 我月经没有来的, 糟糕, 大卫王叫乌利亚从部队放荣一架, 要她回家, 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啊, 阿兵哥回家, 自己的太太, 可是乌利亚绝对不回去, 为什么? 因为乌利亚在打仗的时候, 就算跟自己的老婆也不会有性生活, 她是完全的专心在神的战争上面, 这个是神的战事, 所以乌利亚说我发誓, 我打死, 我也不会回去, 为什么? 因为现在约牙将军, 还有这些阿兵哥, 都在外面在战争, 在为神战争的时候, 她是专心的, 她是分北为胜的, 那这个是所谓未沾染妇女, 下一句, 就是她是童真女, 所以第一句讲男的, 第二句讲女的, 那就是说, 她是一个圣洁的, 是一个专一的, 她守住童真女, 我们中文就翻成贞结, 还是童真, 其实她是virgin, virgin就是女的, 所以我们就要讲在这里, 不管是男的, 是女的, 在神的面前要过生结, 要过专一的生活, 那这是这一群十四万四千个人, 他们的情况, 旧约很喜欢把以色列民用处女来描述, 就是他们向神是守贞结的, 没有乱拜偶像的, 所以你看看这里, 耶利米三十一章第四节说, 以色列的名原文做处女, 以色列的处女, 就是童真女, 就是她向神是专一的, 她没有老三, 没有小四老四, 什么都没有, 她是单一的一个, 对神是单一的忠诚的, 保罗跟教会说, 我把你们就好像童真女, 要献给耶稣, 要跟耶稣结婚一样, 这个叫做真结的童女, 这个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讲, 不管从男性同女性, 这一群十四万四千个人, 不是只有额头有耶和华的名字, 不是只有嘴巴会赞美族, 他们的生活是圣洁的, 是分别为圣的, 他们向主是绝对忠诚的, 绝对没有混杂的, 所以这个是 purity, 是一个真结, 这十四万四千个人, 除了生活上是这样的分别为圣真结以外, 他们是跟随耶稣的, 羔羊不管到哪里去, 他们就跟着羔羊走, 记不记得耶稣到世上的时候, 他照门徒来说什么, 你来跟随我, 那这一群, 不是只有额头盖张, 嘴巴会唱诗歌, 他们是会跟随耶稣的, 就像诗篇六十三篇第八节说, 我心紧紧跟随你, 你的右手就扶持我, 彼得, 写彼得前书说, 你们蒙招, 原来就是为了跟随, 因为耶稣为我们受苦, 留下榜样, 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所以这一群人, 不只是额头盖张, 嘴巴赞美足, 然后他们过着圣节, 分别为圣专一的生活, 他们还是笑法主的榜样, 跟随主脚中的门徒, 为什么呢? 他们知道, 他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是因为他们是耶稣用宝血所买回来的, 是耶稣用生命的代价所买熟的, 从人间买熟回来的, 提摩太前书二章六节说, 耶稣用自己的命当代价, 把我们赎回, 记不记得约瑟被他的哥哥卖给米店的商人, 米店的商人转手又把他卖给埃及的波提法, 请问波提法要买约瑟, 是不是要花钱? 要, 要花代价, 他买约瑟不是买回去当古董摆在那边, 要买回去当仆人用, 这样讲对吗? 他花代价买它, 回去会服侍它, 所以这里很清楚讲说, 你们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命买回来的, 所以不要做人的奴仆,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做主的奴仆, 做主的仆人, 所以我们不只是做主的门徒, 我们愿做主的奴仆, 愿意服侍主, 这是这十四万四千个人, 这些得胜者, 他们对自己的认定知道, 他们是被主赎回来的, 他们不只要做耶稣的门徒, 他们还要服侍这一位买回他们的主, 这是被买赎的, 这样的人就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摆在神的面前, 成为出手的果子, 讲到出手的果子, 我们就讲到丰年纪, 以色列人早期也是一样, 就是当有屠产丰收的时候, 第一批拿到圣殿奉献给耶稣瓦, 叫做出手的果子, 这是奉献的, 奉献给神的, 他们在奉献会这样讲, 耶稣瓦现在我把你手赐我地上出手的屠产奉得来, 然后这个筐子就放在耶稣瓦面前, 向耶稣瓦下拜, 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 我的命是你买回来的, 我不只要跟随你当门徒, 我不只要在你的面前来服侍你, 我是要把自己整个奉献给你, 这是一个出手的果子, 第二个意义, 出手的果子, 在新约我们看到是这样子, 这个保罗写信给提摩泰, 给哥林多教会说, 你们知道吗, 尸体管一家的人是亚该亚出手的果子, 他们来服侍圣徒, 所以出手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第一批收割的, 后面还有更大的收获会跟得进来, 所以这些十四万四千个人, 他们不只是把自己奉献给神, 也愿意带领更多的人, 一样到神的面前来奉献, 所以出手的果子有这两个意义, 是一个奉献, 也是一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那这样的人, 如果怎么样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呢, 他不能像Pinoccio那个鼻子越来越长, 说一句谎话, 鼻子就再长一点点出来, 因为圣经说, 他们的口中找不到谎言, 他们讲话都是真的, 真诚的, 讲耶稣说,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没有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就是有问题, 就是出于那二者,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 要把暗昧可耻的事弃绝, 不要行诡诈, 要把真理表明出来, 这样的人除了讲话是很产诚, 真诚以外, 他的生活, 圣经说是无瑕疵的, 那什么意思呢, 谁没有缺点呢, 为什么可以被称作无瑕疵的呢, 我觉得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我们看哥罗西一章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念来, 但如今, 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指责,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这是第一个无瑕疵, 这个是从神的眼睛来看, 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 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 我们跟神和好, 我们站在神的面前, 这是叫做地位上的无瑕疵, 这个我们称作阴性称义, 叫positional justification, 其实你还是有瑕疵的, 但是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 把你当作没有瑕疵的, 这个叫阴性称义, 是地位上的无瑕疵, 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受死, 使我们在神的眼观中看起来, 是圣洁的, 是没有瑕疵的, 是不责备的, 因为耶稣替我们扛了所有的罪责, 可是这样还不够, 还有在外面的世界看起来, 是没有瑕疵的, 这是另外一种没有瑕疵,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 来, 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畏,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这个是在神面前, 这个是在世界, 弯曲被谬黑暗的世界面前, 好像明光照耀, 所以这里有两种无瑕疵, 一种是在神的眼光看, 把你当作没有瑕疵, 一种是因为神的爱, 在你心里面改变你, 你的生活在外面的人看起来, 没有什么可以嫌弃的, 所以这个是外面的人看的, 在这个世代中, 在别人看你的生活表现, 是好像明光照耀, 可以把耶稣基督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是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这个我把它称作 practical sanctification, 这是实际生活上的一个成圣, 这个不是没有缺点, 这个是台语叫做无疼乡, 英文叫做blame this, 就是人家从世界的角度来看, 这个人没有话讲啊, 不是代表他没有缺点, 在神的心目中, 我们还是有缺点, 我们不是sinless, 我们不是无缺点, 但是你是在没有信主的当中说, 哎呀, 这个基督徒会骄罗你, 没通行, 这样你才可能吸引别人, 要跟你一样来接受耶稣基督, 不是吗? 所以这十四万四千个人, 是在神的面前很蒙虎的, 他不只是神的名字, 盖在他的额头, 不是嘴巴会感谢赞美主, 不只是向主是昏悲为圣, 过贞结忠诚的生活, 不只是做耶稣的门徒, 不只是知道自己是被主的宝血所买赎的, 而且你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 在神的面前被称义, 在世人的眼光中, 是无疼乡, 没有什么可以, 哎呀, 你这个基督徒比我们还糟糕, 那就是无疼乡, 人家看到你, 你并不是说完全都没有罪, 但是你是Blameless, 这个无瑕疵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在神的眼中,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称义, 一个是在世人的眼中, 他们一抢到你的名字, 他们说这个讚, 所以他才有可能羡慕, 说我如果跟他到教会, 或许我的生活也会好一点, 这个叫做无瑕疵, 这是十四万四千个跟羔羊可以站在西安山上的得胜者的特点, 这是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 有两个属灵的功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第一个就是站这个字, 羔羊站在西安山, 这个站要跟撒旦做对比, 我们看天上的西安山, 西斯路第五章第六节, 他看见宝座, 看见四个佛物, 看见二十四个长老, 有羔羊站立, 好像被杀, 你们应该记得, 被杀的羔羊是站不起来的, 对不对, 羊一杀就躺下来了, 所以被杀的羔羊站起来代表他是已经死里复活, 他已经死里复活, 他不是站在地上, 他是站在天上上帝的宝座的面前, 他站在那边, 见证他是复活的主, 撒旦就没有办法站在天上, 他是被上帝从天上把他摔到地上, 所以天上的西安山, 羔羊站在那边, 撒旦是被摔到地上来, 还看托三生之一的天使, 跟他一起摔下来, 所以天上的西安山, 撒旦站不住, 是被摔下来, 他摔下来到地上, 羔羊在天上的西安山, 站在宝座的面前, 在地上, 羔羊也是站在巴勒斯坦, 就是迁徙年, 这是地上的西安山, 你知道山就是代表牢固, 撒旦从天上被摔下来, 他站在哪边, 站在海边的沙滩上, 你记不记得, 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七节, 那时候龙就站在海边的沙滩上, 所以这个很不一样, 羔羊是站在西安山, 这是永不动摇的, 那撒旦是站在海滩, 你知道海浪一来, 那个沙滩不管你盖什么, 就是被海浪吹去, 那个是被摧毁的, 那个是不可能永存的, 所以这一个站这个字,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羔羊是得胜者, 你如果有羔羊的名字, 盖在你的额头上, 你也是一个得胜者, 因为你是永远的, 靠着神的恩典, 可以永远站在神的面前, 那撒旦是, 你如果盖溜溜的的话, 你是站不住的, 在天上是被摔下来, 在地上是站在沙滩上, 而不是站在西安山上, 这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学到的, 这个站代表是很宝贵的, 第二个, 我们要讲这个额头, 写了神的名字, 是什么意思, 我讲过约瑟被买的时候, 波提华会用一个印章, 盖在他的额头, 代表这个是我的奴隶, 我买来的, 这是属我的, 这是第一个意思, 我们来念这一节, 马拉基斯第三章十七节来, 万君之耶和华说, 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们必属我, 特特归我, 我必连续他们, 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 马拉基斯很棒, 他说, 神说, 这些有盖我的名字的人, 他不只是属我, 还特特归我, 就是special special, 你可以这样讲, 神是帮我们看成宝贝, 我们是完全属于神的, 祂会连续我们, 而且祂还要服侍我们, 好像父亲在服侍儿子一样, 是这样的一个恩典, 完全归属神的, 神如果说你是归属我的, 祂就会想办法保护你, 不让你受到任何的灾害, 所以第一个, 名字写在额头, 代表我们是归属, 我们的归属是神的, 我们是神的position, 第二个是, 神就会保护归属他的, 我们看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 荒凉野兽吼叫之地, 就环绕他, 看顾他, 保护他,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当有东西要灰到你的眼睛, 你的手一定会保护, 你不容许任何东西碰到你的眼睛, 对不对, 耶和华就保护属他的人, 有他名字的人, 他就完全地保护他, 这是第二个, 既然是神的position, 神就会protection, 他就会保护, 第三个, 我们看费利比书, 第四章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念, 来, 我的神, 是需用, 不是想用, 是我们的need, 不是我们的want, 不是说我要什么神就给我, 神不是这样的, 但是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身体有需要, 我们的灵命有需要, 我们有很多需要, 神会充充足的, 这是眷顾, provision, 所以如果我们的名字, 有神的印, 神的名字, 盖在我们的额头上面, 我们是归属于神的, 我们是归属, 我们是神的保护的, 我们是神所眷顾的, 最后一个, 我们看, 雅各在逃难的时候, 在伯特利, 看见神在天梯的上面, 跟他应许, 然后雅各就向神许愿, 雅各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念, 来,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好, 所以雅各跟神说, 我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代表我是属耶和华的, 对不对, 这是归属, 然后他跟神说, 你保护我, 你在我的路上保护我, 还有给我吃, 给我穿, 你眷顾我, 然后最后他都讲的计划说, 如果你与我同在, 这是同住, Presence, 雅各很聪明, 他把同住摆在第一个, 好, 如果神的名盖在我们的额头, 我们是归属于神的, 我们会享受神的同住, 会享受神的保护, 会享受神的眷顾, 如果神说, 嗯, 三个太多, 我只能给你两个, 你愿意去掉哪一个, 去掉保护, 去掉眷顾, 还是去掉同住, 如果神说, 两个也太多, 我只能给你一个, 请问你要哪一个, 要保护的举手, 保护, 不要碰到坏人, 只有我吗, 要眷顾的举手, 就是说我所需要的神会给我, 要同住的举手, 神你跟我同住, 这些同住的比较聪明, 因为神同住, 就有神的保护, 就有神的眷顾, 不是吗, 记不记得该文, 盖颖他杀了弟弟, 神说, 你不能住在伊点园, 你要离开到东边去, 盖颖走了, 然后他跟神讨到保护, 有没有, 他跟耶和华说, 你答应我, 你保护我, 耶和华说, OK, 我保护你, 但是你不能跟我同住, 盖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 到伊点园的东, 所以盖颖很笨, 他跟耶和华说, 你怎么主好我都可以, 但是我不要失去你的同住, 盖颖抓到保护, 失去同住, 记不记得摩西带以色列人在旷野, 很多次在那边叛变, 在那边抱怨的时候, 耶和华说, 我把他们全部杀掉, 留你一个, 摩西说, 不要这样啦, 你脾气不要那么不好, 这些人是你带出来的啦, 人家那个国际都有报导, 那现在后来说, 在旷野不见得剩下我一家人, 这样你的名字也不太好看, 你就原谅他们吧, 上帝说好, 但是我不跟你们同在, 我派天使保护你们, 这样好吗, 这一句话就跟盖颖一样讲, 对不对, 我保护你, 摩西比盖颖聪明, 他说不要, 我不要只有保护, 我要你跟我同住, 同行和同在, 你知道, 保护是让你没有碰到坏人, 同在是会保护你, 不会变成坏人, 这样了解吗, 同在的恩典, 比保护还多啊, 我们不只会碰到坏人, 我们会变坏, 知道吗, 所以神的同在会惩戒我们, 会教导我们, 让我们不要辨职, 让我们在什么地方, 永远保持那种真洁, 那种圣洁, 那种奉献的心, 这是同在的恩典, 不是吗, 所以, 我们跟神说, 不只要只有名字在这边, 我希望你在我的心里, 一路一生跟我同行, 好让我成为一个得胜者, 结论, 耶稣说, 如果你是得胜者, 我就让你跟我同坐宝座, 我们要靠主得胜, 我们要跟主同坐宝座, 这是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 耶稣说, 得胜的, 我赐他在我的宝座上, 与我同坐, 我们要得胜什么, 我们要得胜魔鬼的逼迫, 我们要得胜世界的诱惑, 我们还要得胜我们心里的私欲, 这三个是让我们跌倒的, 我们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为我们牺牲你的生命, 把我们从最后中救赎回来, 而且你愿意把你跟上帝的名字, 盖在我们的额头上, 让我们钻钻归你, 求你保守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在你的面前, 领受你同住的恩典, 让我们不只是额头有你的名字, 我们的嘴巴伸中你的救恩, 我们的心向你是专一的, 是圣洁的生活, 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在你的面前, 像出手的果子, 我们愿意为你把这样的恩典分享给更多的人, 带进更多的果子进来, 我们更愿意在众人的面前, 我们是诚实的, 我们是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的, 求主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来评论一下, 这个得胜者是仰望神的大能, 是会赞美主的, 是圣洁的生活, 是有一个真洁专一的心, 他是主的门徒, 他是知道他是被买熟的, 他愿意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 他在别人的心目中, 他是真诚的, 而且他是可以活出美好的见证, 这个八个批你都有的话, 你就是得胜者,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祷告, 回应的诗歌, 不知救主奇妙恩典, 我们站起来好吗? 我们一起来唱来, 不知救主奇妙恩典, 何以向我闲闲, 何以向我如此不堪, 寂寞救出奸选, 为我知道这圣帝是谁, 也真心相信, 他定能抱权, 反一切, 不招呼他地, 等我们够知道那位, 不知何以得救星星, 蒙出此爱心千, 何以信救出万年, 心中平安充满 为我知道所见的是谁 也深切相信 他的能保全 反一切我教后他的 多问头知道哪里 不知生命如何感到 令我罪孽知晓 皆神圣经显示救助 叫我相信投靠 为我知道所见的是谁 也深切相信 他定能保全 反一切我教后他的 多问头知道哪里 不知神灵山为一体 至神至高无比 尊贵荣耀永无根体 赞美祖民不喜 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 也深切相信 也深切相信 他必能保全 反一切我教他的 多问头知道哪里 救年要过去 新的年就来了 你是不是渴慕 在新的一年也成为一个得胜者 我们是属神的人 不是只有神的名字放在我们的额头 我们的嘴巴会赞美 我们的心向主是专一的 我们在别人的心目中 我们是诚实的 我们是活出美好的见证 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 把他的宝血把我们埋回 我们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他 我们愿意做主的门徒 跟随主的脚步 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 希望每一位在新的年 都成为得胜者 感谢主耶稣 你不只为我们牺牲生命 在十字架上 留宝血帮我们赎毁 你还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能够得到力量 让我们的心向你是专一的 让我们可以学习你的脚踪行 让我们在别人的面前是诚实的 是可以向明光照耀 是无痛险 是可以活出美好的见证 是可以带领更多的果子 进到你的国度的 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接受祝福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典 圣灵的感动交通 保守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成为一位得胜者 从现在起 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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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请坐 末导需要的胸结可以留步 同工愿意跟你一起祷告 谢谢你的见证